我們不是有E-Day函數嗎? E-Day函數 Start day 一個月 按確定 有沒有 下個月 2015的12月1號 下個月 下個月的第一天一樣 就是2016的1月11號 那我只要把這個日期 怎麼樣 再減掉一天 不就知道 就是說上個月的最後一天是哪一天 所以怎麼減 其實你可以等於 這個減一天 打勾 減一天之後 不過減完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數字 為什麼給你數字呢? 因為我講過了 日期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 你只要怎麼 從這個格式裡面 把格式改成日期 按確定 它就會告訴你 2015的12月31號 有沒有 可是我不是要 那個 一個日期 我是要 到底有幾天啊 那怎麼知道有幾天 實際上 我們前面還有加過函數嗎? Y M D 我如果只要D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D不叫 D 刮虎 我只要D 你告訴我天就好了 你不用告訴我哪一天 不用告訴我哪一天 打勾 OK 可是回來 你想說怎麼1900年 其實 它其實就回來一天 是一個天 可是 我們剛剛格式 不是格式化成什麼日期 請你再把它改回去 按確定 31天 就完成 應該知道我在轉什麼 其實 主要 會轉來轉去 主要就是說 它雖然內部是一個數字 可是那個數字你放在上面 人家會看不懂 所以格式化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 人家看得懂日期 可是後來我們用那個Date之後 那它又不是一個日期 它是哪一天 所以必須要再把它日期格式 再轉回來 變成一個數字 這樣看到的話就是31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 假如說調整到11月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就是30天了 那如果是2月份的話 它就會是28天 有沒有 那也會有兩個重要訊息 一個訊息是 它的第一天應該放哪裡 第二個 它這個月應該有幾天 那有這兩個重要訊息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改變它 讓它怎麼樣 變成類似像我們右下角這個 那把1以前的數字都不要顯示 把最後面那一天的以後的數字 也都不要顯示出來 那這個萬年曆我們就做出來了 OK 那等一下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們剛剛主要是把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那個函數給做出來 那我總共會用了幾個 這個用Date函數 YM 第一就1 第二個是這個 第一天的日期 第一天的位置 用weekday 再來呢 把這個地方 下個月的第一天 就是用e-day 這個應該做過了 在那個月曆的部分 然後呢 再利用這個 就是先把上個月的日期減一天之後 再用date把它包起來 取得有幾天 OK 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那那個相關的那個畫面 也會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在雲端上找找看 好